對我想在半場他們沒有那麼熟悉的情況下 尤其是他們換了這麼多的洋將 我覺得在搭配上面肯定是需要點時間去 直接要挑戰吳永勝兩分拿到 Washman也沒接收手 繞了一圈 六九在敵角三分投進 這兩天俊翔在Wild Open的情況下 命中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簡單的處理球的方式 對 而且如果說可以提高命中率 接近藍光的攻擊的話 可能像對方猶如說轉攻少一點 可是三分球 哇 六九 連續兩天在本魯 哇 漂亮俊翔的防守 還是給了傑克很大壓力 對 可能還是一樣的問題 可能要保持更多球的流動 這一球讓周遺翔給守下來 看來狀況並不是太好 哇 還是有十三分落後 對 現在勇士 最重要的課題應該是先把 哇 周遺翔在巨翔今天 順利的包夾 再來給到孝白 殺進來 給到巨翔三分線外 右空跳 哇 四秒鐘 這下半場的爆發 最後又是周宇翔 大家比較客氣了一點 在進攻上 今天沒有極限的季翔 又夾進來 這也是要挑戰40分的意思 太誇張了 3分線 又出手 40分了 今天下半場5顆3分9 哇 40分